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在排除美国的情况下 于7月31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商讨如何共同应对 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 知情人士说 会谈的主题是 如果美国坚持对外国汽车 征收高额进口关税 这些国家将怎样共同应对 怎样去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改革 有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 向彭博社表示 与会各国将探讨签订 致力于削减汽车关税的国际协议的可能性 但也有窒息相关情况的官员表示 讨论降低汽车关税的协议 不是正是议程中所包含的部分 美国调查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 虽然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与特朗普于7月25日同意在欧盟和美国谈判贸易协定时 不采取单方面行动 双方将朝着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的方向共同努力 但汽车似乎并不包含在双方所达成的一致中 事实上 美国商务部正在根据232法案进行调查 该法案允许美国联邦政府发现外国向美国出口汽车的贸易行为 持续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时 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对汽车出口国施加压力 进行贸易制裁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波罗斯在7月26日发表公开演讲时表示 总统已经指示我们继续对此事展开调查 并将材料收集 整理 行程可以随时拿来使用的文件 但在谈判结果出来以前 我们将不会依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展开行动 美国方面表示同意的指示 不在谈判进行期间征收汽车关税 这项调查可以在几周内完成 调查开始后 美国商务部有270天时间向总统提出建议 美国总统有90天时间对汽车生产国采取行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 美国要对其盟友征收高昂的汽车进口关税 以及钢铁驴等商品关税 这使得美国与其最亲密盟友之间的关系一度陷入紧张 彭博社说 自特朗普当选以来 其所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 引发了一系列国际争端 从其后变化到中东政策 诸多国际社会曾达成一致的问题 都被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扰乱 而这所有的争端 已经颠覆了发达国家之间以往的关系 按照罗斯的说法 虽然美国在短时间内 不会立即实施对进口汽车的高额关税 但主要汽车出口商还是担心 8月底或者9月份 美国商务部的报告出炉后 特朗普仍可能维持对进口汽车的高额关税政策 所以最近几周 欧盟贸易官员一直在考虑同世界主要汽车生产过一道 启动部门谈判的可能性 以期阻止特朗普实施汽车关税 7月25日 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者消息称 多位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认为 特朗普计划今年晚些时候 对接近2000亿美元美国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 该报称 尽管多位共和党领导人和商界高管都认为 征收汽车关税可能会破坏美国经济 并造成政治混乱 特朗普仍希望征上述关税 据美国官方数据 去年美国进口汽车总值达创纪录的1920亿美元 而特朗普却可能对高达2000亿美元进口汽车征关税 这意味着特朗普将对所有进口汽车征税 美国征进口汽车关税 最受影响的是欧盟 按金额计算 仅仅是德国 就贡献了全球超过20%的汽车出口量 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排在其后的日本贡献了约13%的出口量 美国占比7.2% 居第三位 图片来源 华尔街建门珠边交易 这种多边协议 是以阻利益攸关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 这些国家利益一致的部分 通常仅限于某些商品 或某些服务的行业或者部门 在WTO框架下 如果该协议向下的成员国 向该WTO所有成员都提供福利 那么WTO就会允许这种谈判或协议的存在 虽然这样的多边协议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 对特朗普想要向进口汽车征税的情绪进行安抚 但正是就此类谈判进行辩论 则需要政治方面的授权 因为这类协议的出炉 有可能会通过削减全球范围内的汽车关税 来颠覆整个汽车行业 据彭博社目前获取的名单 已经确定参加本次会议的各国贸易官员 包括欧盟贸易 总干事德马提 墨西哥经济部副部长贝克 加拿大国际贸易部副部长萨金特和日本外务省高级副大臣山崎和之 前景难说 路透社说 美国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 受到最严重打击的会是韩国现代 日本丰田以及德国宝马等对美出口大户 此外 美国汽车厂商通用 普特 菲亚特克莱斯勒等的海外工厂 也将受到不小的影响 由于贸易摩擦 多家美国车企于最近公布的财报里 都下调了全年的盈利预期 随之而来的 是这些车企的股票价格下跌 在上周与韩国贸易部长金逊宗会面时 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提到了主要利益国家合作的必要性 有墨西哥官员表示 金逊宗在此前在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会议上表示 希望与参会国家一道应对关税问题 墨西哥 加拿大 韩国的官员都向路透社表示 主要汽车生产国31日的会议所讨论的是向军委初步的 还有加拿大官员说 此次会议更倾向于各国之间交流比较彼此的关税调查进展 而非详细的讨论如何协调应对的措施 韩国贸易部门官员说 我们只是查看并听取了彼此的立场 但由于美国商务部针对汽车关税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我们很难知道事情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要等到调查结果出来 我们才会所进一步的共同响应 加拿大外交官则站在加拿大的立场对齐 盟友表示担心 如果韩国在此事上得到美国的豁免 将会获得很大的竞争优势 毕竟在此前的钢铁铝关税上 韩国很早就接受了美国的配额安排 从而获得了钢铁铝关税豁免 放弃了与加拿大 墨西哥等同盟的共同抵抗 对此 汉城国立大学教授安德钦向路透社表示 韩国国内目前对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关税大棒还有分歧 韩国目前正站在十字路口上 政府还在纠结 究竟是加深于美国的贸易同盟关系 还是顽强抵抗 用一纸诉状将美国告到WTO去 加拿大 外交官还说 由于各国国内法 对关税报复的详细规定有所不同 所以 如果汽车关税真的降临 任何想要协调几个国家之间行动的操作 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我们想确定的是 如果我们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对美国的关税行为展开报复 我们的同盟们会和我们采取同等程度的回击措施 而据路透社称 汽车生产国对于特朗普的进口汽车关税 比钢铁铝关税更为恐慌 从去年美国商务部披露的贸易额来看 2017年 美国进口汽车及麒麟部件的总额 分别为1920亿美元和700亿美元 但进口钢铁铝两项产品的贸易总额 仅为210亿美元 对比较好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